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没有传出任何的灾情 任何有关于地震的最新讯息 我们稍后如果有相关的最新报道 也会持续带您来关心 至于日本辐射污染问题 台湾今天也有一批 刚从日本进口的水产 橡皮棒在海关被验出 含有微量的放射物质点 不过并没有超过安全标准 因此是准许入关 还是会流入市面 日本进口食品再度被验出遭辐射污染 这一批12公斤 从日本进口的橡皮棒 经过圆能会检验 被验出有点131的残留 总共有12公斤 然后我们检出的结果是 每公斤9倍克 都还符合我们的商品辐射限量 点131 每公斤300倍克的标准 可以在市面上翻手 这回的橡皮棒 上次的生残豆 都是在一入海关 就被验出了有微量的辐射污染 面对从日本进口的商品 越来越多 负责检验商品辐射量的圆能会 也增加了检验单位跟人力 我们圆能会的核能研究所 加入这检测的行列 目前大概大家分工是这样的 在基隆跟桃源这部分的 进口的食品的话 由核能研究所负责 这个一天的量大概已经 大概可以超过到150件左右 检验能量提升成以往的5倍 来到一天能够检验150件 透过加紧查验 要为民众的食用安全来把关 大约新闻称号特别报道 好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台湾过去本来就没有进口 日本东北部灾区的 生鲜蔬果以及牛乳 不过为了要全面防堵 辐射污染的生鲜产品流入台湾 还是会加强彻底清查 今天有一艘刚从北海道出发的运输船 上头载的都是废铁 台中港务局不敢掉以轻心 船一靠岸 工作人员立刻穿上全身的防护衣 上船检验 所幸这一艘从北海道出港的船 并没有辐射污染情形 不止台中 全台湾各个港口也都全面的加强监测 来自日本的船只 避免有漏网之余 至于在日本本土包括自来水 蔬菜 牛奶和土壤也都传出遭到了辐射污染 关东地区目前有超过半数以上的行政区 包括东京在内 自来水的辐射量都超出了 婴幼儿的安全标准 日本政府紧急发送了瓶装水 给家里头有小宝宝的家庭 另外目前也有五个国家 包括美国 加拿大 香港 新加坡 以及澳洲在内 都明文禁止进口日本相关地区的 蔬菜 以及乳制品 空荡荡的街道 没有车辆 也没有行人 沿路的店家全都关上大门 这里是福岛县南乡马市 位在福岛核电厂方圆 30公里之内的危险地带 日本政府要求民众撤离 留下的只剩百人 大多是不方便移动的老人家和病患 但只有在这个地方 非常罕见的出现大牌长龙的人潮 现场看到有蔬菜有水果 灾民戴上口罩和帽子 肌肤尽量不要直接接触到空气 避免避免遭到辐射污染 全副武装也要来这里领物资 辐射外泄当地很多农作物和乳制品都可能被污染 加上店家都关闭了 眼看就要断吹 幸好灾后将近两个星期 民众终于盼到从外地运来的新鲜蔬果 辐射外泄对食品安全的影响不只是日本 越来越多国家 也跟着禁止福岛 栗木 磁城 群马四个县的蔬菜和乳制品进口 不光是吃的 连喝的水也不见得安全 核电厂所在的福岛县 自来水测出放射物质点131 最高达到每公升965倍克 超过成年人安全范围的3.2倍 人口最多的关东地区 水龙斗打开 流出的自来水也被测出点131含量超标 关东七个行政区已经有超过半数 先后证实水值遭到辐射污染 超过一岁以下婴幼儿的安全标准 幸好东京的进水场 24号测的最新数据 辐射量已经降到1公升79倍克 婴幼儿喝了也没有问题 在各个大卖场里头设置了日本的蔬果生鲜专区 让民众了解这些食材的日本产地 同时也建议如果民众还是不放心的话 可以选用在地食材 现在到大卖场购买生鲜蔬蔬果您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生鲜蔬果都不是来自于辐射产区 而且也要标示名产地 让民众能够买得安心也吃得安心 加上一颗颗的红色苹果看起来可口 有民众担心这会不会是来自日本的辐射苹果 别担心台湾目前并没有从污染区进口蔬果 而且也不怕业者鱼目混珠 因为新北市要求各大卖场成立日本专区 如果说知道它是从日本来的 可能它就会做一些比较合理的选择跟判断 那目前我们是等于写情 我们新北市境内的包括一些大卖场 百货业者还有一些超市 那希望说可以设一些专区 把日本来的生鲜蔬果统一集中 成立专区并且清楚写上产地 进口日期辐射检验结果 为的就是要让民众知道 要吃下肚的东西到底从哪来 不仅卖场的生鲜蔬果 就连餐厅也准备启动 接下去我们会针对一些餐饮的部分 因为餐饮的部分 其实它也有可能从日本进口一些食材 那这部分我们也请它至少在门口 或者是说在一些menu上菜单上 能够标明说这个东西是来自哪里 日本进口食材政府持续把关 目前辐射检验都没有超标 如果民众担心可以选择台湾制造的蔬果 不仅吃起来安全也安心 大爱新闻 萧照平 邱品豪 台北报道 好 有着大爱助人 甚至是爱国牺牲精神的 是这一群在福岛核电厂奋战 被称为福岛五十壮士的工作人员 今天又传出有两名搭设电缆的工作人员 因为辐射值过高受伤已经送予治疗 目前有将近300名的工作人员 是轮流的在第一线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抢救和复电工作 被日本人称为国家英雄 今天外电传回来这些无名英雄的救灾照片 照片中可以看到穿着防护衣的工作人员 靠着微弱的灯光 在反应炉当中的中控室进行维修工作 而在里头也有不少地方都严重的损坏 目前大约有300名工作人员在核电厂20公里范围内工作 而且是以50人为一组进入核电厂的内部 最新传出有两名工作人员在3号反应炉里头 从一楼准备要拉电缆线到地下一楼 却因为他们只有穿短靴 皮肤碰触到含有辐射剂量的水 已经造成皮肤受伤 住院治疗 复电作业也被迫中断 好两个时间的两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 日本强症过后陆续现在也有正面的消息传出 就是灾区的情况正在缓慢的复苏 今天日本政府刚宣布 东北高速公路全面开放给一般车辆行驶 这救援物资也陆续集结并进驻灾区 让灾民的生活逐渐好转了起来 不用再出现啃面包 有一餐每一餐的情形 而是可以吃热腾腾的饭菜 另外医疗用品也渐渐的补齐 还派出了行动银行 方便灾区的民众提领现金 气仙找事的临时避难所 大伙吃着大锅饭 虽然还是很客难 但和前阵子相比 随着日本东北高速公路全面开放 各项粮食补给和燃油陆续到位 现在餐餐都能喝到热腾腾的味增汤 医疗方面灾区的红十字会医生说 已经有比较充足的药品 可以治疗慢性病患 日本政府也派出小型橘色箱形车 深入灾区 协助灾民领取银行账户的钱 对于受损地区的手机通讯 也逐渐的恢复当中 虽然大部分灾民 还是得待在拥挤的避难所里 但是有干净的衣服换洗 有足够的食物宝餐 另外气象预报从四月开始 灾区天气会变得温暖许多 这些一点一滴好的改变 都让劫后余生的日本人心存感恩 尽管家园被摧毁 但只要能找回一些照片 毕业证书或是纪念品 都是在找回往日美好的片段回忆 白新闻 六方编译 八八风灾惨遭灭村的高雄小林村 受到各界帮助 其中也包括来自日本的爱心 现在小林村的村民重新站了起来 还要意卖手工灶 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把爱传到日本灾区 搅拌机不断的将肥皂液打均匀 接下来加进香精 倒入模型 等待干燥就是精致的手工肥皂 小林村的妈妈们做这些肥皂 又用来意卖 帮助发生地震的日本 各种手工肥皂 不只纯天然 还加进了小林村民的坚强跟勇气 意卖肥皂捐助日本 小林村民最近更自动 纷纷捐出了爱心 千年八八水灾 在最无助的时候 接收到外界的关心 如今他们已经站稳脚步 也要帮助需要的人 不论金额大小 将近九十位的小林村民 手心向下 要让爱的循环 生生不息 大爱新闻 陈珍珍乐平高雄报道 想要传递爱心力量的 还有台中市真一家 三代同堂都是从事印刷业 看到日本受灾 全家人爱心响应捐款 另外在台中 还有一名开餐厅的日本籍老板 看到自己的祖国受难 也捐出了半个月的营业所得 拉着对高机 73岁的雷月英阿嬷 在儿子开的工厂内忙碌工作 活到老做到老 阿嬷牺牲想轻浮的时间 分担儿孙工作 日本强政 他看到大爱台主动捐赦款 这老人连金我就要关了 关了月份 月份九世 感恩 感恩 ㄟ 阿嬸很快心 2个月老人连金都关了 对 对啊 很快心 我关了很难 我不太想說我一輩子 幫我們搗三公子 他們這一家三代銅塔 都是我們的會員 已經二十年的會員了 幾乎每次我們只要大一台有播 就是說國際政災的 他有看到災難 他都會主動去 就是主動會拿錢到我們家去捐 愛心存了傳家寶 兒子和四名孫子女同樣慷慨解囊 孫照後的孩子就會看 所以你也不用再想說 他就知道了 我覺得那是快樂的 就是我覺得那小時候的教育跟我們講說 除了我們自己知足之外 然後又可以幫助別人 善念共振 日本籍餐廳老闆長元秀燕 在店門口張貼愛心標語 決定捐出半個月的營業額 以及全體員工的三日所得 這次日本的那個大地震 我真的感謝台灣的國家 還有台灣的朋友們 來台定居9年多 已經成為台灣女婿 長元秀燕說 國人對日本人無國界的愛 永遠記在心底 大愛新聞 張哲仁 廖學信 台中報導 此季在日本的勘災團 已經在今天下午抵達了 重災區岩首縣的大船渡市 同時呢 要援助日本的物資 也準備要集結送進災區 這些物資包含了20噸的香雞飯 1萬條毛毯 5千條披肩 以及廠商所捐贈的 100組太陽能充電器 明天呢 將由萬海航運 免費提供了4個貨櫃 要用船運的方式出發 預計下個星期 就可以抵達日本的橫濱港 首先呢 要援助的地區 就是海嘯重災區岩首縣 引導花蓮的慈激志工全部動員 搬運20噸的香雞飯上貨櫃 晚上7點 台北內武的志工也集結起來 用對高機把城鄉的毛毯 與披風搬上貨櫃 慈激動員不分北東 與日本的災民同災 大概這些物資預計是在禮拜五的船 會由台北港出發 那在28號就會抵達日本的 Yokohama就是橫濱 目前就是現在是有大船都市 那接下來可能還會再陸陸續續的 會來看有哪幾個城市能夠 需要我們的援助 台灣的愛需要航運的幫助 才能傳達到日本 萬海航運免費提供4個貨櫃給慈激 為了慈善盡益奮力 其實萬海航運這邊一直以來 都有在協助一些工藝團體 然後把工藝的物資免費 運送到各國去 那這次因為在日本這個 重大的一個地震之後 那我們本身萬海航運這邊 其實擁有一個蠻不錯的 一個日本航線的優勢 那更覺得說應該趁這個機會 可以出來 物資25號從台北港出發 預計28號抵達橫濱港 隔天就能送達岩首線 進行發放 大愛新聞綜合報導 這一次日本遭遇到了強震海嘯 雖然災情嚴重 不過比起南亞大海嘯的傷亡 算是相對的輕微 原因就出在於日本 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地震通報系統 當地震來臨前 偵測器呢 就會偵測到地殼當中的批波 會把訊息即時的傳到日本氣象廳 同時緊接著氣象廳還會迅速的在12秒鐘之內 把地震警報傳到電視台做即時的訊息呈現 同時呢包括住家 醫院辦公大樓以及民眾的手機 也都可以同步發送地震消息 至於台灣在整合地震訊息的能力方面 還在起步當中 3 2 1 電腦剛剛接受到地震速報的訊息過沒多久 家中就開始搖晃 這是距離日本工程地震 震央376公里外的東京市 爭取40秒避難時間的地震速報系統 日本當局花了7年的時間 總花費超過20億日圓 日本當局花了7年的時間 日本當局花了7年的時間 總花費超過20億日圓 日本當局花了7年的時間 先ほど萊先生說 這個工程是民間相當頑張的 所以民間有幾倍的錢 投資 利活用系統完成了 這件事 走秀節目到一半 螢幕上打出地震訊息 日本速報系統完全自動化 沒有人力增加了民眾反應的時間 整個大眾的廣播 完全整合好一個系統 那個自動跳出來的 絕對不是說 還要打電話 或收到一個簡訊 趕快key字趕快跑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即使我們今天 我們研發出一套系統 那這些訊息要傳給誰 那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是 看到NHK 或看到簡訊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 第一步非常簡單的部分 那NCC已經要求中華電信 跟相關的業者 去做這個簡訊的服務 地震發生後 日本在12秒內 發出第一個警報 但是台灣只需要10秒 我們的速度更快 誤報率較低 提供的地震訊息 也較為完整 但是台灣缺乏整合 與發送系統 政府單位 若沒有積極的作為 民眾還是只能等待 大家希望有名 風吳博勋 台北報導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 大愛夜間新聞 趕緊加入 也祝福您全家 平安順心 有個好夢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